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时间10月25日的下午 中国外交部是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在活动现场有海外媒体 来自英国的一位女记者就问了 李尚福究竟什么原因被解除了职务呢 毛宁女士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于是坐在前面您听到的那一番回答 总的来看 毛宁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寻情 寻找青刚到寻礼 追问李尚福这么多的大风大浪 包括毛宁在内 中国外交部的这些发言人 也算是久经考验了 其实除了追问李尚福的下落之外 同样的一位女记者问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青刚和李尚福 接连神秘的被解雇 被去除了职务 关于透明化的一些消息 中国官方发布的非常少 所以请问 中国透过这样的处理的方式 是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呢 毛宁女士前面也是回答了 在同样的现场 还有一位西方媒体的记者就问 李尚福目前是不是正在接受调查呢 如果说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 谁将取代她参加月底 很快就要举行的中国国防论坛 香山论坛呢 毛宁女士也是很快速 简短地做了回答 记者所问到的 这一届的香山论坛 10月29日到31日会与北京举行 主办单位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以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一般的理解了 这两个学会姓氏的机构 也没有办法向海外媒体 来披露更多的关于李尚福的消息了 10月25日下午的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15分钟就结束了 既然毛宁女士很多时候笑而不答 那只好我们尝试着来做一些更多的挖掘了 第一个看点 10月24日下午所举行的 结束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 秦刚他7月份以来仍然保留的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 副国级的国务委员已经被免去了 李尚福作为中国国务委员所兼任的 中国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两个职务一并免去了 不到24个小时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也就是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 在国务院领导这个菜单栏里面 国务委员五位就变成了三位 排在最前面的李尚福 排在五位中最后面一位秦刚 同时被抹掉 李尚福同时被免去的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 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也专门强调了 这个中央委员会指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同样的不到24个小时 中国国防部已经是更新了相关的消息 在中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这个菜单这个栏目里面 已经是没有了李尚福的名字 而在所谓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里面 可以看到李尚福的名字 仍然在保留着 包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24日签署了主席令 一共是四条 但是这四条就没有提及 免去李尚福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这一个内容 明镜追击也是专门向中国大陆的学者进行了请教 有一位学者就回复 李尚福作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这一职务被免去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来走一个流程 发布一个命令等等 尽管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的国家主席 是同一人 是习近平 但是从形式上来看 不是一回事 这个说法听上去是有一些拗口了 包括我讲起来也是比较的拗口 但是还是能够看到 中国官方或者说中共 目前还是比较在乎程序正义的 就是在形式上在流程上争取做到合法合规 所以李尚福他作为中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被免职 这个是中国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的权力之所在 但是李尚福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要不要被免掉 何时被免掉 要由中共中央来决定 当然了李尚福在中共内部的职务保不住 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进入司法程序也是迟早的事情 吃牢饭对于李尚福来说 也是高概率 可能也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目前国防部部长就没有新的人选确定 目前看法应该是比较一致 中国的国防部长 他还是区别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虚职 中国大陆有些分析人士说 中国国防部长是一个光杆司令 这可能是一个夸大的说法 但是也比较的形象 有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还特别认为 中国国院下面的中国国防部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 或者说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个派出机构 没有决策的权利 是一个事务性机构 象征性机构 礼仪性机构 美国的高层 包括美国的防长 不想和中国的防长对话 认为不是一个级别 原因也就在这里 接国防部部长的这位人选 理论上他也会是中国的国务委员 就是由国务委员来兼任国防部长 现在中共可能一下子也没有决定 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代表中国的军方参加香山论坛的 军方的代表 那未必就是国防部长的 最热门的人选 第二个看点是对昨天的 明镜追击节目的一些补充 其实在10月25日 在推特上 我和几位朋友也是做了交流和分享 那就是说 在10月24日下午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的决议之前 为什么没有看到官方有消息出来 说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因为政治局会议理论上 是要拍板这些人的命运的 当然这些只是讨论 但是确实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或者是中共常委会的一次会议 在10月24日之前 也可能在当天是已经开过了 对秦刚 对李尚福等人 他们在中国政府内部的职务 当然李尚福还包括中国的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个职务 做了最后的审议和拍板 中国的官方为什么不公布 用中国大陆一位政治学者的话来说 中共现在已经到了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了 那情况是有怎么样的变化 神秘主义会高张到什么样的程度 外界是没有办法来预计的 当然这个也是政治学者个人的一个看法了 现在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中国想把人大常委会的这个职责 这个功能或者说走法定流程 给他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 把形势感做足 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并不是说 一定是一个月开一次 一个月开两次也有可能 所以10月底会不会官方给出消息 开了一次政治局的会议 但是理论上24日之后的政治局会议 他的议题就是另外一些内容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中共的意识和决策过程了 稍微多说几句 所谓的中共中央 根据中共的党章的规定 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 就是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 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但是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般来说是五年召开一次 在中共的历史上 毛教员时期 那召开一次的时间 有的时候是远远超过五年 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全体会议 一般是一年召开一次 过往几十年 每五年会开满七次 一般人理解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迫近了 如果关于李尚福 关于秦刚等等这些人上会 上到中央全会 出台一个所谓的决议 撤销他们在中共内部的职务 包括中共中央委员等等 那对他们本人来说 相当于是政治上已经判了死刑 对于中共来说 如果是上会 上到中共中央全会 来讨论来解决 或者说来公布这些事情 那就是非常重手的一个处理 以上说的就是在理论上 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 那么在实践之中 因为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 是经常性的处于避讳状态 不能够履行一些职责 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 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权力运作过程之中 当然也包括党的一些事物的运作过程之中 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回到秦刚 回到李尚福们等的处理 那其实呢 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或者是由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 来率先拍板 免掉这些人员在政府内部所担任的职务 最后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礼如仪来走一个决策决议的流程 然后透过中国官方的媒体来对外发布 所以接下去就要看 随着对秦刚 对李尚福他们的调查的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 或者是中共中央常委会 会不会有相关的消息出来 对秦刚 对李尚福 他们在党内的一些职务 有相关处理的决定 如果没有 就要上中共中央全会了 除了在政府内部的职务 在中共内部的职务以外 秦刚和李尚福同时还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所以按照过往的操作 不出意外的话 很会有新的消息出来 秦刚是在天津 是天津的人大代表 所以天津的人大常委会 很快会出一个对外的消息 就是罢免秦刚的人大代表资格 李尚福是军队的人大代表 那么军队人大代表的相关机构 也会出消息 罢免李尚福的人大代表的资格 然后到了12月底 再会召开一次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对这两个地方的决定 进行一个确认 就决定终止这两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中国的政治操作之中 如果一个人是人大代表 那一般来说 要把他的人大代表的资格取消掉 确认之后 才能够让这个人进入到司法程序 这个也是一种形式正义 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来看 明年春天大约在春季 秦刚李尚福等人进入司法程序的官宣 就会到来 所以依次就是政府内部的职务被取掉 然后党内的相关处分会到来 接下去 人大代表的资格被拿掉 最后进入到司法程序 第三个看点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 秦刚李尚福两人的国务委员职务被免去 还创了一个大的记录 对于那些对中国共产党持相对温和态度的人来说 这种记录他营造的就是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 而对于那些批评中共的人来说 这种记录的创下其实是一种大丑闻 什么记录呢 这个就是1982年5月份 中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 是首次增设了国务委员职务以来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免去国务委员的职务 也就是说 这是41年以来的一大丑闻 有中国大陆的观察人士就特别提及 那么稍早之前 在1991年的4月份 当时中国的全国人大 是任命邹家华为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 同时是免去了他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 但是当时中国全国人大 是正处在开会期间 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会期间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免职国务委员 10月24日下午是尝了头蛋汤了 这个头蛋汤可能谈不上香甜 谈不上美味 秦刚目前普遍认为的就是 他有拉链门的问题 他有没有贪腐的问题 那要等待中国官方的调查和官宣 李尚福普遍的看法 那就是贪腐 中共军方的贪腐是非常严重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所以五个国务委员一下子变成了三个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信誉的影响 那其实是肉眼可见的 现在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菜市场里买菜的老爷子老太太都知道 秦刚有一个四生子 可以看到吃瓜群众 已经壮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中共显然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 第四个看点 在李尚福秦刚事件之中 习近平中共最高领导人 他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这个事情对他又有怎么样的影响 其实关于24日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前 没有政治局的会议出来 没有常委会的消息出来 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 其实已经是定于一尊 已经开启了第三个任期 所以他自己很有可能就一人拍板 然后常委会去做这个事情 按他的要求去做就行了 但是这么来看呢 可能性当然有 但是并不大 一方面有中共的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 另外一点习近平再怎么样愿意亲力亲为 他也还要考虑中共的整体的利益 要考虑他比如说申雇之后 或者说退二线之后 中共的最高层如何能够确保整个中共的运作 他更有可能还是说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之中 让他的政治精英团队来做这样和那样的尝试 历练 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会更大一点 当然最后拍板的决策的还是他本人 在习近平的之前的两个任期不少活动 他本人会去参加 会抛头露面 但是到了第三个任期 同样类型的活动 在有的时候 他一般是发出所谓的指示 本人就不到现场了 这个也是一个案例 就是让他的政治精英团队 更多的走上前台去累积经验 关于秦刚李尚福等人被免去职务 对于习近平究竟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现在在海外的分析人士 专业人士普遍的看法 习近平当然是从危机中 或者说化危危机 这个事情当然是负面的事情 但是考虑到李尚福的父亲 是老红军 所谓的红二代 或者是军二代了 秦刚也是习近平一手提拔 或者说非常信赖的 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李宾斯的司长 和习近平是有直接的交道 那么习近平或者说中共的这一番操作 显示的对外传递的信号 就是中共是敢于大意灭清的 中共是敢于挥泪斩马素的 其实透过这样的危机事件 习近平就在进一步的立威 这是海外不少专业人士的一个思路 这种看法听上去还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民进追击 也是联系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位学者 这位学者就表示 当然是在不愿意聚名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大党的领袖出了问题 他旁边的政治精英团队 身边的这些人难道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习近平他的权力 目前来看当然是没有动摇 或者说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有没有动摇 但是他的威信 他的信誉 他的形象那是有一些瑕疵 这位学者认为是没有问题 这个判断是成立的 其实哪怕就是从公开的消息来看 中共的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说在2023年 今年三月份的中国两会上 习近平是罕见的公开指明 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 但是呢 就是这个半年以来 习近平其实对美国强硬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包括10月25日的下午 习近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和前来访问的 美国纽约州的州长纽森是会面 他呼吁纽森为推进两个国家 稳定健康的关系来做更多的努力等等 现场照片就显示 纽森是翘着个二郎腿 习近平总体来看呢 神情也是比较的放松 还打着一根红领带 中国对美国态度的改变 那当然也是中国基于利益的考量 美国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可以看到 呼吁中美改善关系 呼吁中国和美国把关系处理好 在中国大陆是有着非常广泛而坚实的 民意的基础的 这个所谓的民意 除了一般的居民公民网民之外 其实还包括体制内的学者 包括体制内的一些官员 当然企业界的人士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也有理由相信 中国中共的高层和美国改善关系 也是方方面面的观点 利益进行博弈的最后的结果 所以回到官员的任免 未来谁会递捕 会成为新的两位国务委员 在人选的确定之上 习近平那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会更多的去听 他身边团队给到他的意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 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